好 孩子探视时间 一周两次 够可以吧 不可以又能怎么样呢 我说不可以 这份协议就不用签了吗 你别再跟我纠缠这个问题了 我不想因为这个问题 再跟你吵架 念在我们夫妻多年的感情上 我们好聚好散吧 我就是念及夫妻勤奋 才没有和你闹上法庭 才把卡卡的抚养权交给了你 好了好了 算你高风亮节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 孩子姓高 就算你真的想撕破莲上法庭 我高明维 照样不顾一切地会抢回那个抚养权的 我绝不允许你带着我的孩子 嫁到别人家里 说到底 你还是觉得我跟学历有不正当关系 我怀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手里的照片 法官看了之后 他是否会怀疑你们的关系震荡 对了 对了 婚后财产这一条 关于房子 存款 我会以现金方式给你的 一人一半 我算是人之一惊了吧 我 高明维 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做有多高尚 我用不着你怜悯 更不用你施舍 我告诉你 如果当初不是为了迁就你的事业 我不会放弃中医院的晋升机会 更不会辞掉工作 这些财产 是为我这么多年牺牲事业 为这个家 为你和孩子付出的补偿 是我理所应当得到的 家庭主妇可以是免费的 那是因为有爱 一旦没了爱情 我就要我应该得到的 你怎么现在说话那么直白啊 从分级到现在 好像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以前说话没有那么强硬的 我强硬 好吧 我就是强硬的太晚了 算了 除了孩子和财产方面 你还有其他什么要求吗 我还有一个要求 咱们办完手续以后 我想好好地陪卡卡玩一天 好 可以 不过要等我从香港回来之后 什么 你要去香港 那卡卡怎么办 谁来照顾她呀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既然要了她的抚养权 我就一定会对她负责的 公司奖励明星员工去香港旅游 我会带上她 她不是 一直想去迪斯尼吗 是啊 一年前她生日 你就说要带她去 可是因为你总是出差 所以总也去不成 现在反而 我却不能陪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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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不能陪她 没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位人哪有那么多的讲究啊 我觉得也是 但是嘛 这我妈因为这事还把我骂了一通 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这么草率 那倒也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确实是一件比较大的事 不过同时也证明了啊 我妈妈现在越来越重视你了 前两天我跟她说让你做的特别助理 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谢谢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 我这个事情我也非常的感谢 你行不行 你别这么假行不行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你还跟我说谢谢 你在我这说说就行了啊 在我妈面前千两别说这么话 我知道 知道吗 知道 就因为你看佳琳的一通电话 害我在起宣布就成了一个闲人 每天什么时候都没有 而且还得承受一些闲人闲语 真的是我实在是待不下去 所以佳琳就派我来拯救你了 这 这是佳琳给你打的电话 对啊 她说你在那儿工作比较趋财 怎么了 没什么 那我 我具体都得做些什么东西啊 先看先换我吧 来 你让许诺就加温的助理 这招太狠了 那她以后想去找那个女的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吧 我也是没办法呀 毕竟我跟她的感情才慢慢开始建立 我有危机感 这样也许只能留住她的人 留不住她的心吧 那那个女孩呢 你怎么一起放任她 带设计中心啊 先这样吧 反正许诺也答应我了 大家要相安无事的话 那我也就算了 反正她结婚以后 也不会继续留在那儿工作了 不过吧 我觉得孩子这事 她能站出来承担责任 就已经说明她是一个 宽厚善良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最好对付了 对她好一分 她回你三分 这么时间一久啊 她心里就全是你了 真的 当然了 我以前就交过这样一个男朋友 后来我们俩分手了 她还哭得死去活来的呢 现在都是我哭得死去活来的 好啦 别想那么多了 不是快领结婚证了吗 幸福啊就在眼前了 那等你从香港回来 陪我去调婚纱 这个呢是生产统计报告 还有这个啊是市场报告 我都放在这儿 还有呢 这个是店铺竞销存统计周分析表 我都帮你整理好了 放在这个袋子里 你记得把它仔细地看一下 天哪 你说说看我妈这么着急的 把我叫回来干吗 这么多报告 你说我一年都看不完 你说是不是 那这也没办法呀 谁让你是老佛爷的接班人呢 谁呢我跟你说啊 说实在的 从新加坡回来 我就是想当一个自由的设计师 你看看 现在别逼上梁山了是吗 对了 为什么 你脚边是不是有一个 白色的那个纸箱 没错 帮我拿一下 那里边都是我从设计中心 拿回来的资料 那里边都是我从设计中心 那里边都是我从设计中心 有一个黄色的笔笔笔 这个啊 对对对 没看到啊 原来放在这儿了 画得不错 有 本来我是想她成为我女朋友以后 我把这句话表起来 然后作为定情礼物送给她的 哎 现在看起来 机会渺茫啊 怎么 她彻底地拒绝你了 她说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 我觉得 算是完整地拒绝我了吧 她说她之前谈过恋爱 但是她每一次都被伤得很深 所以她现在只想好好地珍惜这份工作 不想再谈恋爱 许多 说实在的啊 我从第一眼看到她开始 我就喜欢上她了 你说我怎么可能用一种好朋友的心态 你还去对待她吗 对吧 那 你从设计中心出来以后 就没见过她了 对啊 你都看到了 一来嘛我忙成这样都没机会见她 二来嘛 我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契机去联系她 所以只能现在这样 你坐 愣着干嘛呀 好 佳婉 我记得我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听杰瑞跟我说过啊 你在大学的时候 追女孩子一向是很主动很积极的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次这么安静呢 许多 你说的那是红年马月的事啊 你看 你没发现吗 欣然身上有一种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特质 如果用猛追猛打的方式去追的话 我肯定失败 所以我觉得吧 如果我追得越紧 她肯定就跑得越远 没错 我觉得哈 有可能欣然 她渴望的爱情是 是那种从心里面出发的 就打个比方 就比如说是 水滴在了 不不不 是墨滴在了水里面 然后慢慢破装的感觉 我发现你说的没错 真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吧 只能进人室 顶天命了 看我的运气吧 挺好的 是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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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姐 喂 然然啊 靳节礼拜五 下了班能不能到死吧馆来一趟 我有事想跟你聊聊 好啊 正好我想过去呢 那行啊 我今天上晚班 咱们见面聊吧 那晚上天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乃然 其实今天大姐找你来 是想告诉你 奶奶 奶奶她病了 而且病得还不轻 你说什么 奶奶她怎么了 怎么了 姐姐 都怪我 听说我离婚 奶奶就晕倒了 一提到这个我就特别后悔 不该这么早把这事告诉他们的 那 那奶奶现在怎么样啊 她是在医院还在家里啊 医生怎么说啊 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打了点滴之后 奶奶回家 一直精神状态都不太好 每天看着你和卡卡的照片流眼泪 饭也吃得很少 我们怎么哄怎么劝都没用 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那奶奶都这样了 她怎么不去医院呢 你们一定要劝劝她呀 医生说她这是心病 心病还得心药医 所以 然然 大姐希望你能回家看看奶奶 如果能搬回家住 多陪陪她 那就再好不过了 大姐 但是这个我 我知道这么对你说 是很突然 可是医生说了 奶奶年纪大了 再一天是一天了 最好少受刺激 保持平和的心境 也许对奶奶来说 你平安回家 就是最好的安慰 你离家在外这么长时间 一直没有消息 奶奶始终放不下你 上次我们见面后 我回家没有和夏莲提过任何事情 可是这一次 我离婚的事情 对奶奶打击太大了 特别是我没能把卡卡留在身边 我真的怕她会扛不住 所以 大姐希望你 能先放下心里的负担 我知道了 大姐 什么都别说了 我明天就回去好吗 我现在真的只希望 奶奶能够赶快好起来 你 怎么了 奶奶还是不肯吃啊 说是没胃口 吃不下 妈 要不您先吃点吧 奶奶这样我怎么吃得下呀 她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 抱着卡卡的照片 和欣然的照片念叨 眼看身体 这可怎么办呢 妈 等过两天 卡卡从香港回来了 明伟答应 让她回家住几天的 住几天 住几天不还得送回去吗 那奶奶更难过了 妈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 妈妈 这然然要是能够回来就好了 她一回来啊 肯定奶奶的病 能够立马好一大半呢 你还好意思这么说 要不是当初你闯了大祸 然然能够走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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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开门啊 然然 你怎么回来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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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那个 然然回来了 妈妈 你看 我一念叨这然然就回来了 妈妈 妈妈 我回来了 你真是 来来来来 快去看看奶奶 快看看奶奶是 妈 妈 妈 你看 谁回来了 谁 奶奶 是我 我是然然 然然 回来了 我回来了 奶奶 真是然然回来了 然然 再不走 奶奶我以后都不走 奶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回来就好了 再也不走 再也不走 怎么样 奶奶吃了吗 嗯 粥都喝完了 现在躺牙休息了 你看 我说得没错吧 这然然一回来呀 肯定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是 奶奶呀明天肯定就下楼跳舞了 奶奶 你现在跟我们说说你的事吧 你突然出走又突然回来 这回到底又怎么了 什么 你们 你们居然分手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就算是世界末日 你们也不可能分手的呀 奶奶 你老实说 是不是许诺得了什么绝症了 你别胡说 人家两个人的事 你问那么多干嘛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当然得问清楚了 前几天我们还在唠叨呢 说许诺和然然 是不是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正在浪迹天涯 男跟女之比翼双飞地在一起 你怎么那么多俏皮话啊 还浪迹天涯 你要我像剧看多了吧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 你没看然然还难过着呢吗 那我不说什么我也别得慌啊 憋着 大姐 二姐还不是因为关心我才 然然 是因为我的原因吗 妈 上次 我是反对你们走在一起的 是这个原因吗 妈 不是因为这个 那怎么会呢 是因为我们走的时候太着急了 也没有考虑现实的因素 后来发现我们俩真的不太合适 所以我还是觉得各走各的路比较好 是这样啊 其实 我有的时候也在想 当初反对你跟他在一起 是有点过分了 既然这样 你已经回家了 就好好的在家里 你还年轻 以后的事情 都可以重新来过的 莱莱啊 没事的啊 这大路朝天啊 各走一边 这以后呢 你就走你的阳关道 踏过她的独木墙 你和她 一人一碗 梦破汤这么一喝 就把之前所有的事情都给忘了 人生啊 还是开心是最重要的 是吧妈妈 别说了别说了 就是 我说的是好话就行了呀 大姐 我跟你说 对了对了 你们都不知道吧 现在我们家然然已经是著名服装品牌 BNC集团的设计师咯 BNC 哇塞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品牌的衣服特别的漂亮 就是太贵了 莱莱 这以后你在这上班了 我找你买衣服 是不是可以多拿点人扣啊 不是我现在刚刚进公司 还只是一个助理设计师呢 那我不管 反正这以后买衣服呢 我就找你了 这买几件过气的衣服也行啊 如果说可以买到更多的呀 我可以放到网上去卖 然后这么一进一出的 我就能赚好多的钱了吗 别说了 我帮你看看 我带你去收拾房间啊 你去吧 好 不是 燕燕我跟你说 这二姐能够花钱 我就全靠你了 行了 跟妈到店里去一次 来 记住啊燕燕 走吧 去拿包 不好意思啊 喂 莉莉姐 哦 报表拿到了 嗯 你放心 我现在过去了 哦 我现在过去了 家文 你看什么呢 会议马上就开始了 哦 我这就过去了 你没事吧 是不是身体太舒服了 没什么事 咱们赶紧走吧 既然已经拒绝了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强烈的失落感 为什么看到她 我会觉得心痛 我回来了 大姐 你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没什么 来来 喝点水 喝点水 我今天上中班 所以早啊 好 来 拍得不错嘛 大姐 这不是我们那位贵宾宾吗 你说长这么帅的小伙子 做什么护理啊 大姐 你别闹了 你看清楚这拍的是我 这我还没来得及裁掉他呢 哦 是吗 你 你干嘛那么看我 哦 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 这位叫佳文的帅哥 是我们美容院的客户啊 是啊 他今天打电话来说 以后啊还是不来做美容了 为什么呀 怎么了 我们损失个客户 你比我们老板娘还紧张啊 我 我有吗 哪有啊 她说她新换了工作岗位 比以前忙多了 实在是没有什么闲暇时间来做美容 但是呢 这卡又不能退 所以啊 她就想把这张卡 转到一位叫 杨欣然小姐的名下 转到我名下 她说杨欣然工作起来太拼命了 经常休息不好 所以呢 需要好好保养 放松放松 我觉得她对你还是很关心的嘛 也还好吧 本来她叮嘱我 不让我跟你说这些的 只是叫我定期叫你去做美容就好了 但我刚才看到这张照片 我觉得 你们俩的关系 似乎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哦 我敢确认 她对你呢 肯定是放不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杨欣然也应该很喜欢丁家文的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有些事情明明放不下 就不要假装放下 该去的你留不住 该来的你也挡不了 感情的事 听别人讲再多都没用 关键是你自己的感受最重要 也是最准确的 但是大姐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是你这次写的 你以前被人伤了心 难道 就要去伤别人的心吗 你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吧 而且如果爱情真的又来了 你连看都不看一眼吗 你想这世界上 又多一个伤心的人吗 不要看辣吃啊 爸 妈 早 你搞什么呀 脸色这么差 年轻人晚上不要玩那么疯 想当年 我也是夜夜蓝归房啊 爸 我哪顾得上班了 爸 我今天要开一天的会 昨天晚上准备材料 准备到三点多 你出去玩我还能理解 工作就不要这样了吗 现在我妈是我老板 我替她打工 你得问她 她也是我老板 老婆 我欠你一句话 不要把儿子逼得那么狠了 小心熬坏了身体 想当年哪 好多人都跟我说 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 工作就不能强求的 一个大小伙子 难得熬一次夜 就能把身体熬坏啊 这么弱以后怎么能够做大事 我告诉你 别老惯着她 惯到最后 惯成你这样 跟我一样怎么了 跟我一样会讨好老婆 哥 爸 妈 早啊 又什么事啊 阳光灿烂的 小的啊 谢谢 我女儿今天哪 比见金子还开心 算命大师说今天是黄到吉日 马上她就能和许诺领结婚证了 我差点忙得忘了 难怪昨天许诺还跟我请了一天的假的 好了 恭喜恭喜啊 回头送你一份大礼 我可告诉你啊 今天我跟许诺领完证呢 还有其他活动 所以你不要打电话来骚扰 好了 知道了 对了 要不然给你订一个无敌将领套房 供你潇洒 快活 不用了 我自己会安排的 爸 你看她不好意思了 佳文 你能不能像哥哥的样子 好 好 建文 妈 我今天搭你车去公司 好 快点 公司有好多事别耽误了 快 快点啊 走走走 走走走 好 刚才我照结婚照的时候 我都不会笑了 紧张的我 不会啊 我看你笑得也挺好的 挺灿烂的 真的吗 我觉得我脸好僵硬啊 五官都不协调了 你五官什么时候协调过 讨厌 今天是我们两个最重要的日子 怎么庆祝啊 庆祝啊 这个 这个我真没想好啊 你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吧 不是的 佳琳 你知道的 我自从去给佳文当了助理以后 就一直突然忙 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 对不起啊 好吧 看在我今天心情很好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了 不过你今天全天都得听我的 走吧 老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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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手机没电了 刚冲上 好 那我这就下来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诺 看这个 怎么样 运动的时候得穿 你先把东西放下吧 我这么买 买了很多了 不要买 你先把东西放下 这个给你拿下 这个挺好看的 运动的时候得穿 这也拿一个 这 这两个颜色都一样的你 换点双了 这拿一个 还有什么喜欢的吗 我们设计部呢 今年为了推动我们公司上市 以自然植被印花和波点两大流行元素为指导方向 设计了全新的夏季款式 这家怎么样 行啊 换一下 自己吃吧 亲手 有没有 我哪有 我吃 你吃飞 我吃了 我现在不想吃了 我就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下班了 拜拜 好吃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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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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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 家文 晚上七点 我会在我们曾经相遇的那家咖啡屋等你 我有话跟你说 你会来吗 我晕 家梁 你懂法语啊 怎么车里放的全是法语歌 我大学时辅修的第二外语就是法语啊 真的 我跟你说啊 我在大一的时候差点就选秀了法语 可是因为呢 我专业课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就放弃了 那个时候怎么总是跟你擦肩而过呀 这太太疼 这太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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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家琳 肚子有点疼 不是 好好的肚子怎么会疼啊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突然疼起来了 要不要紧 不行 现在越来越疼了 家琳 你先把衣服拉上别出道疯了 我现在马上送你去医院 嗯 你来了 不好意思啊 刚才一直在开会 所以没时间看手机 就知道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怎么可能呢 我 不会 未经本人同意 善用本人照片 是不是侵犯了肖向权呢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一般手机桌面 都会放自己喜欢人的照片 你看像这样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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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平了算了吧 什么扯平了 我把你画得这么好看 这么鲜这么美 你帮我拍得那么丑 我告诉你啊 回去删了啊 删不掉了 怎么办呀 对 今天这套衣服 是特意穿的吗 对啊 对啊 如果你不来的话 可能件衣服 就放在箱底 永远留着纪念了 我怎么可能不来呢 除非我被别人 压在箱底出不来 我才不来 我特别想问你 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了 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 就是在那天 二十四小时 魔鬼计划的晚上 你站在我背后 说的那些话 让我 真的很紧张 还有就是你喝多的那天 我们两个人拥抱 我觉得有点心动 还有就是 你离开的那一天 我突然很失落 还有就是我们在大厅 碰到的那一天 我居然这么地魂不守舍 所以我一定要来找你 不会吧 对 将jon 来 喝喝水 怎么样 肚子痛不痛 比刚才好一点 可是还是有点疼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吃海鲜的时候悠着点 你看你就像没吃过的一样 现在知道痛了吧 你心疼我了 女儿啊 佳琳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伯父伯母 你们来了 结婚证都领了还伯父伯母的 算命的都说了黄到吉日了 不好意思 我 我还是不太习惯 到底是怎么了 是这样的伯母 那今天晚上我跟佳琳两个人去吃大排档 那个海鲜可能不太干净 加上佳琳吃的有点多 所以呢 有点肚子痛 你在说什么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肚子里面有孩子 你还抛去什么大排档 那些脏的地方吃海鲜 那万一有事儿孩子怎么办 这都怪我 你们谁是丁佳琳的家属啊 医生 我是她的妈妈 我女儿没什么事儿吧 就姓肠胃炎 从X光片上看 还有一点不完全性的肠根主 不过呢问题不大 吃点宵夜药 刮两天水 另外注意饮食 去吃的清淡点就可以了 那她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 孩子 什么孩子 医生 我女儿怀孕四个多月了 如果吃抗生素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胎儿 病人根本就没有怀孕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什么黄到今日啊 我就说过 算命的话不能相信了 知道吗 我觉得 跟你在一起 真的很开心 很平静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 就好像是 一滴抹汁 滴进水里 慢慢化开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喂 妈 怎么了 那你们现在在哪里 好 我马上就来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我妹妹最近谈恋爱 谈出魔障来了 现在正闹自杀呢 这么严重啊 那 那赶紧走啊 对不起啊星月 我刚来就得走 没关系 那我陪你出去打车吧 嗯 好 走 快走 快走 你打车吧 你怎么没有啊 你怎么这么快 我走了以后 就和文字杀了 许能知道你妹妹 假发孕的消息以后 在这里坐了很久 我们知道她心里难受 所以没有打搅她 后来她说 想要出去走走 透透空气 我们没有拦她 可是 客战回到病房以后 就发现你妹妹 幸福她现在走 要不然 嘉玲 可能是担心许诺知道 她假怀孕的消息 离开她 她才会这样 爸 这个傻丫头 怀孕这种事情 也好开玩笑的嘛 也难怪许诺生气 都怪那个算命的 选的日子不对 和什么黄道吉日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真是被人笑得打烊 妈 嘉玲现在情况这么不好 你就别再怪她了 我觉得吧 许诺 如果离开嘉玲 我怕嘉玲会受不了 这才是大问题 为了一个男人 他竟然这么做 真是傻 现在当务之急 我就应该赶紧把许诺找到 爸 你给许诺打没打过电话呀 你爸要打电话让我阻止 我觉得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好 所以先打给你 想让你去找他 行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嗯 你们在这儿好好照顾嘉玲 别难过了 那我先走了 好 那么我问你 你也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说抱歉 我怀了你的孩子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问你 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孩子 如果我求你 站在孩子的面子上留下来 我求你 病人根本就没有怀疑 是不是你们弄错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办 你到底该怎么办 if you wanna´re 呢 我jusong 呢 た違ato 那你再去找他 沈默 刚才你离开后 嘉宁企图革脉自杀 幸好没有出事 她是个容易钻牛角尖的人 现在唯一能安慰她的人只有你 就算她千错万错 也请你暂时原谅她 先来看看她 算我这个当刻的求你了 妈 妈 别相信妈 我接电话也不会信息 爸 你不这两天还有学术交流活动吗 妈妈明天还有一天的会议 要不然你们俩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照顾她 她这个样子 我们哪还能安心回去 对 哪有 谁呢 罗傅伯伯伯 你们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这儿就有我照顾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会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 以后千万不要再做成事了 我去把你去的忙去 别碍我好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骗我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我当时就怕你离开我 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怎么就说出了谎话 我对不起 对不起 苏 你真的很爱你 不要离开我好吗 暂时安定了 你也早点休息啊 想起来 你妈 你得联系 好 大姐 来人 你这是掉迷惯里了吧 一回来就这个表情 不要失眠了 大姐 你这别太玩笑了 傻妹妹 大姐怎么会取笑你呢 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管怎样 只要你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 大姐就替你高兴 谢谢你啊 大姐 其实 我经历了上次那件事情之后 我以为我不会请你谈恋爱了 想不到 我真的跟嘉雯在一起了 在我这个旁人看来 你们的这个恋爱 谈得也不轻易啊 三万块的会员卡呢 真好 好了好了 不开玩笑了 我想你们在一起 应该是天意吧 老天偏偏让你在 许诺爽域的那一天 和嘉雯重逢 你们走到一起 也算是注定的 好了 别想那些了 你就应该好好享受现在 好好珍惜 不要辜负嘉雯对你的珍惜 也不要辜负你自己的 我知道了 大姐 但是我心里 还是有点不踏实 为什么呀 你说两人在一起吧 应该是互相坦诚 没有任何秘密的 但是 你也知道我以前经历那些事情 所以我想 是不是需要把这些事告诉嘉雯 让他知道知道吧 如果我是你 我就选择不说 我想他爱你 是爱你现在的样子 不是你的过去 你爱他也是爱他现在的样子 他过去怎么样你也一无所知 所以 你完全有权利 把你的那些往事 当做秘密一样的留在心里 要让过去打扰到现在 更不要成为现在这段感情的负担 你说是不是 大姐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了 你明天早上还要工作吧 你别回去休息吧 不用担心我了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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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卡就要从香港回来了 回家喽 来 你快睡了 我来了 我来了 儿子 乖 乖孙子卡卡 让奶奶看看 奶奶想死了 一年没见了 长高了 长胖了 妈妈给你做好吃了吧 对 做得很好吃的 对 做得很好吃的 真的 太好了 小卡卡 奶奶想死你了 你妈妈把你培养得不错 你看看多帅啊 对 心磊呢 她找了个工作 最近在公司培训 所以不住在家里 不住在家里 那谁带卡卡 我呀 我正好休年假 带她去了一次香港 卡卡 跟奶奶说香港好玩吗 好玩 哦 卡卡去香港了 嗯 去香港呢 就应该叫上妈妈一起去嘛 爸爸说不带妈妈去 为什么 这孩子 别听她瞎说 爸不是跟你说了吗 妈妈在培训 过两天就回来 那爸爸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爱不爱妈妈 如果你爱 为什么不带妈妈一起 和我们去旅游呢 你可以让她 休两天假呀 爸爸当然爱妈妈了 爸爸当然爱妈妈了 说得对 阿卡 爸爸跟奶奶要聊两句 好 回自己屋去 心里真去培训了 妈 你看你一神一鬼的 我说你来怎么不通知我一神 我这个呢也是临时决定的 我们的工会 组织我们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到杭州旅游 这不回来路过你这儿吗 我就说了 我下车了 我去看看我的儿子 看看我孙子 你不欢迎吗 妈 你瞧你说的 我能不欢迎吗 亏得我们回来了 否则你得白跑一趟了 你去香港这事儿 我还真没想到 我倒是想好了 要是你们不在家呢 我就到心里的娘家去看看 你去那儿干吗 那怎么了 我们是亲家 我也好久没见他们了 跟他们聊聊天见见面 也没什么呀 那心里什么时候培训完呢 这个我不知道 一会儿我出去办事的时候 会经过他公司 我顺便问一下吧 好 卡卡 你好 欢迎回来麦莎斯巴 你好 请问杨清雷在吗 您稍等一下 谢谢 清雷姐 前台有温先生找你 好的 我让她稍等 您稍微等一下 她马上过来 谢谢啊 有人找我啊 是的 这位先生找您 是的 这位先生找您 好 您稍微等一下 其实您还能比较好 请问杨清雷 我还能比较好吗 咱们有点儿 你会儿留在下方 我便能比较好吗 好 但是我没有帮我 比较懂事的人 过两天就是周末了 星期五我上白班 下午想到学校去接她 不过 不过什么 我们不是约好的吗 你不要出尔反尔 你放心 我高明明不是这样的人 只是我妈来了 你妈不让我见卡卡 不是不是不是 是这样的 我们俩离婚的事 您知道我妈身体不好 她有高血压 受不了这个刺激 万一有个什么的 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才想到这些 你就别说风亮了 我们求你了 我跟你商量一下 你能不能 回来住两天 高明伟 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很可笑吗 是是 我也觉得可笑 所以就不跟你商量了吗 你就回来住两天 假装我们没有离婚 好不好 你看 妈一向听你的 只要你在这儿我也是 星雷 你妈是对我很好 和我们现在的关系 那这样 以后 你什么时候想来接卡卡 都行 这样可以吧 好 谢谢星雷 你好吗 好 你也吃一点吧 我一点也吃不下 我不饿你先吃 等你吃完那会儿就吃 我为您考虑 佳琳 你把手放下来 你把手抬那么高 雪会倒流的 你不照顾我一天 你肯定很累了吧 你想想看啊 当时我被车撞的时候 就是你天天在医院里 日日夜夜的时候 我 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 来 你的意思 这算是回报我吗 你现在什么都不容易想 只管好好的养病 有什么事情呢 等病好了以后再说 再说了 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 那我就有责任来早 照顾你是不是 来 佳琳 你们在谈试吧 我正好要去买点水果 你们先聊 不用了 不用了 那个 我们谈完了 那个水果我去买吧 你们聊 也行 佳琳喜欢吃芒果 我知道了 人都走了 还需要点谁看呢 表姐 现在真的完蛋了 孩子的事情被揭穿了以后 许诺他现在就是在应付我 他再也不会爱我 真的想死了算了 你胡说什么呢 我刚从香港回来 就赶过来看你了 你这么寻死要活的 你对得起我吗 你先冷静一点 你说他应付你 他现在怎么态度啊 还能有什么态度啊 他本来就是因为孩子 才跟我结的婚 可现在 不光他反悔 就连我爸妈都同意婚礼 无限期延迟 无限期延迟 那不直接怕我死心算了 我们确实耍了点小忌俩 才留住他 现在已经被揭穿了 他也没有离开你啊 那说明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这第二吧 他对你不可能一点感情都没有 至少他不恨你吧 你不要太消极了 你这样留不住男人的心的 那你病好了 你就继续对他好 他一定会感动的 不然也这么想的 可是他现在就是为了回报我 他才这么做的 而且我一一维系 我们感情的命脉都没了 他随时随地都会离开我 走 他走哪儿去 你们现在证都领了 是合法夫妻 他想走就走啊 哪有这么容易 他即使不走 他心也不在我这儿了 说得也是 还有我问你 那个杨欣然 现在还在你们设计中心呢 你把这么大一个情敌 留在你身边 你真是觉得许诺 还走得不够快啊 我本来觉得许诺已经一步一步 再靠近我了 我不想做得太绝 我怕他觉得我太小心眼 可是我现在真的很怕他会离开我 对别人容忍就是对自己残忍 依我看 他们现在离得这么近 早晚要出事 你想点办法吧 让他离开你们的时间范围 明白吗 你偷笑什么呀 没有啊 前两天觉得你闷闷不乐的 今天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没有 我觉得这个料子还挺好的 我觉得做出来不错 你是不是太厉害了 没有啊 我看一眼 那个我去接个电话你先忙 是男朋友打来的吧 你现在不忙啊 怎么听着希望我忙着呢 没有啦 因为刚刚在工作间的时候 我想到我们一起工作的样子 然后你电话就打过来了 这就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这正好也想你呢 不过也就想想罢了 因为啊我下午还要开个会 现在顺便去我妹妹医院 给她送点东西 对了你妹妹怎么样了呀 还行吧说是今天应该可以出院了 你怎么样是不是准备吃饭了呀 到餐厅的时候会不会还想起我 可能今天要让你失望了 因为我实在太忙了 所以只能泡面解决 我告诉你啊 你要敢这么对付 我现在会都不开了 我立刻给你送吃的去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真信息量太大了 你怎么样啊睡没睡好 哎呀你要再这么腻下去 我连饭都吃不下了 你赶紧去忙吧啊 好了我知道了 但是呢今天呢 我不知道几点才能开完会 所以也不一定能见到面 对了 你去总公司去什么岗位啊 怎么比在设计东西还要忙啊 是这样的 等我做稳了以后 我再跟你细说吧 好了那就这样吧 对了 挂之前摸一个 这上班呢你别闹了啊 这儿电话还没打完呢 赶快了 桃花院也够大的了 你要东西我晚点给你啊 拜拜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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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怎么亲自送给我 许诺 咱俩 咱俩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佳琳啊 买水果了啊 芒果这个佳琳爱吃的 那个刚刚表姐来了 特意叮嘱我买这些 我还买了一本杂志 我怕佳琳躺在那儿闲着黄 有点闷 我也是担心她闷 特地回家拿了个iPad给她 既然你在这儿我就不上去了 下午还要开个会呢 行那你交给我吧 我拿给她就行 你就忙你的好了 佳琳这边呢有我照顾着呢 有你照顾她我就放心了 对了医生说下午能出院吗 下午就能办出院手续 医生也给她开好了药 回家按时吃就行了 你看我们家一忙啊 事都忙到一块了 老爸有个活动推不掉 我和我妈呢要去开会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定结束 这个佳琳就麻烦你了啊 行了好了佳文 说这些干嘛呢真是 你们就忙你们自己的吧 佳琳这儿你们放心 有什么事情我会给你们打电话呢 其实以咱俩的关系 我真的不应该再跟你客套了 但是今天的事啊 我真的应该郑重其次来谢谢你 真的 再怎么说都是佳琳的问题 佳琳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能回来照顾她真的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行了佳琳 我们俩什么关系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你们就忙你们的放心啊 不是 不是 该说的必须得说 咱们以后呢都是一家人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兄弟 对了 还有一件事告诉你 下次跟你说吧 今天不方便说 什么时候你变成这样了 吞吞吐吐吐的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行 那我就说了啊 其实呢 这事第一个应该告诉就是你 因为你帮了我太大的忙了 我跟欣然在一起了 怎么了 你也觉得意外啊 等哪天那个 你和佳琳有空了 等她病好了的时候 咱们四个人坐下来一起吃个饭 我这来不及了 你那个佳琳就麻烦你照顾了 我先走了 咱们垫帘 兄弟啊 好 先走了 她老婆 也 良uff 我没关系 爸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叫杨心雨 是一大猪头 这个叫林烈 然后是因为工作原因 然后先暂时调到我这个组里边 这个事情能在那里扯 什么嘛 人家是拖了好多的关系 才换到你这儿来的 听说啊你特别厉害 别 低调低调 如果人人都拖关系到我这儿来 我不得该去当活着自己了 萌萌你放心啦 我是VIP 我比别人多交易钱多块钱呢 你呀可不要辜负我这片追随你的心 害我的钱呢 能不能开车啦 手别老晃 对 这样控制住不要乱动 稍微转回正一点 对 转按的时候慢一点 控制速度 控制 控制 对不起 对不起啊师傅 太紧张了 你看我这手心都是汗 吓死我了 没事 先 先擦擦汗 谢谢 想不到你这么贴心 看来我还真没选错人 那个什么 那个 你先缓一会儿 我也下去买的咖啡 昨天晚上开九日没运好啊 你要什么就跟我说呀 你去买不就行了吗 你要喝摩卡塔布奇诺还是 要给我一样来一杯吧 咖啡当饭吃啊 一样一杯 你也太客气了 师傅你看你大热天的太阳晒着 车里又烤着多辛苦啊 没事 你等我啊 我去去就来啊 那好 谢谢了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去去就来 你说我这么德高望重 还骂我双前的教练 早就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了吧 我说杨新宇啊 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你啊 早上说过那么多话 我哪知道哪句话是跟我说的呀 再说了 我也不敢搭茬啊 我这声音呢 没有人家点 我怕 你这位德高望重的师傅啊 听不进去 那个 太阳好了 再叫我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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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 我出去掏掏器 放心 我是不会给你买咖啡的 不是 不是 我是杨新宇 顽皮可以不可以晒脸 知道吗 卡卡 你的眼睛还要不要啊 不要整天玩游戏机 赶紧把你的积木收一下 等妈妈来了 妈妈自己会大扫厨的 我也是她的好帮手 等你妈妈 等你妈妈等到什么时候啊 也不知道你妈妈培训什么时候 才能够结束 快去开门 看看谁来了 好 妈妈 可以 新磊 是你啊 是啊 妈妈 可以帮我们大扫厨吗 当然可以了 妈妈 我最近画了很多画 我这就是拿给你看好不好 好 快去呗 新磊 好 来 坐下 你培训结束了 好 我呢 到那个杭州去旅游 顺便就来看看你们 明伟说你去培训去了 你看 你怎么丢下这家里 一大一小都不管他们了呢 啊 不是 是卡卡总跟我说 她同学的妈妈都有工作 我这才 哎呦 小孩的话你也去听 我怎么看你很憔悴啊 是不是培训太累了 还是明伟欺负你了 要是明伟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 我帮你去收拾她 不是 是培训太累了 不过正好这样的话 就不用减肥了 新磊 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个礼物 我没给明伟看 她看见了一定会说我偏心眼 所以啊 我带你到房间去看吧 好 走 妈妈 你看我画的画 然后妈妈我跟你说 怎么在房间去看吧 顺便问你件事 你是不是真的去工作了 是啊 要不然 妈妈还能去哪儿啊 走吧 妈妈 走 这还给自己满水啊 早知道我那一会咖啡分去背不就行了吗 这买水的工夫还给自己来一大便妆啊 这当然了 你的有女人给你买咖啡了 我这看到漂亮的衣服 自己喜欢的衣服 还不得对自己好好点啊 真是 这件衣服好漂亮啊 虽然看见了一定喜欢的 你妹妹回来了呀 跟你有关系嘛 我告诉你啊 你们家许诺跟欣然 已经分手了 你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我跟你说啊 你一定要转告你们家许诺 千万不要再来掺着我们家欣然了 她们已经分手了 我看她呢 比你呀 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看见我早就知道这事了 不是 再说了 谁 谁 谁缠着你们家欣然了 是我弟弟 我 我们家诺 先不愿意你们家妹妹呢 行吗 听好了 是许诺甩了你们家欣然哪 就以为你们那家的大女人都不好惹 尤其是你比二姐更刁满的呢 我呸 谁不讲理了啊 她甩了我们家欣然呢 我 我告诉你啊 我也懒得给你浪费我这些口水了 反正呢 我们现在是人际关系格式化 清空历史记录 以后你跟我 也彻底没有瓜葛了 我告诉你杨新宇 你是你 我是我别往一块扯 再说了也不可能有人联系来谈谈 我弟弟快结婚了 结婚 他 就是上次那个福佳女 知道吧 还记不记得 真的 太喜欢我们家诺了 太爱了你知道吗 这死机白裂的 非要嫁给我们家诺 你看我们家诺到最后没坚持住 崩盘了呗 就勉强地答应了 以后你要是在电视上或报纸上 看到我们家诺了 你别吓着了啊 吹 你继续吹 你就吹吧你 我跟你说啊 这豪门恩怨的这种爱情婚样 我看得太多了 况且你们家许诺又是个倒茶门 这门不当户不对的 他们俩的婚姻要是能够幸福啊 这世界上啊都没有故事会了 我觉得你小学真没学好 还是怎么着 连这点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我告诉你 男人看手腕 女人看脸蛋 那再不幸福的婚姻 那也是婚姻 倒不像你 那么毒舌 我怕以后连一段不幸福的婚姻都没有 那才可得呢 你有 你有 你有就你有 你有一百个一百个一百个 那可不 我这必须去做吧 等一下 这有偶像欺负女人 被你的粉丝看见了可不好 我学生 我学吃点咖啡 来回来了 真贴心啊 买那么多啊 对啊 我不知道你要喝什么 所以都买了 哪个我都喜欢 上这儿 坐后子 让她开会儿去 来 谢谢 等很久了吧 最近忙夏琳的事 今天早上收拾东西 发现了这个 快点着急 你叫快递就行了吗 我来亲自跑一个 我就是想见你嘛 再说了 你妈就算来了 可以帮你带孩子了 我们还不赶紧在那儿约个会 别对了 咱明天去看这个吧 我好不容易弄得漂亮 三长啊 你想带卡卡去啊 她又听不懂 你可千万别给我提你小祖子 我可不敢招惹她 你不是说你妈喜欢看戏吗 带你妈去吧 我妈 我妈那是喜欢京剧 这些洋玩意儿 她根本就听不懂 这个是中国人翻拍的 明天 对啊 我想想我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妈明天也别的事 你妈都来了多少天了 不得丑媳妇还能见公婆呢 我丑吗 见你妈是什么 你好看 所以我才喜欢你妈 其实是这样的 我妈这次来呢 是为了检查身体 你看她这边疼那边疼的 这个时候 我怎么能跟她说我没婚的事呢 我听你妈平时说话 挺中气十足的呀 怎么一来就添了这么多毛病 那我就更要去看你妈了 要不我带你妈 到我爸那儿去瞧瞧 不用不用不用 我估计啊 那就是常见的老年病 你就是心里有鬼 我怎么心里有鬼了 小雪 你放心 我一定找个恰当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跟她说清楚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又给你时间 每次我要求见面 你就让我给你一点时间 在考虑我的耐心呢 还是在考虑我对你的爱啊 小雪 别生气了 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 见父母就是一个程序 和过程的人 你别豁扯这些 从一开始 到你分居在那儿离婚 我耗了多少时间 多少精力啊 现在好不容易 把幸福判到眼前了 就各种欺骗我瞒我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什么时候瞒过你啊 我还不是为了我们 以后能顺顺利利的 没有以后了 我今天来就是和你攀牌的 我把青春全耗在你这儿了 如果我要不到我想要的结局 就别怪我撕破脸了 我说到做到 听清楚了吗 你不是在开会吗 你怎么突然来了 会晤了可以再开啊 约会晤了 就不不回来了 看你好疲倦的样子呀 是不是因为今天第一天恋爱 所以有点紧张啊 你怎么没事都不正经的 再打我我也要粘着你 要不然我们走回去吧 坐车回去的话太快了 好啊 走 你看看你 吃的嘴上都是小傻瓜 来 喝口水 慢慢吃 别着急 媳妇 你看 像不像你 像你也像不像我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当然没事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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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早了 快点回去吧 回去之后不许工作 不许玩游戏 更不许喝酒泡吧 你看看我这些小秘密 全被你知道了 才没有呢 说不定你有很多秘密 都没有告诉过 问你个问题呗 你说情侣之间可以有秘密吗 我指的是那种善意的那种 怎么样 介意啊 没有 我记得我以前书上看过一句话 他说每个人的洗礼囊都有一个小房间 这一房间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我想 如果这个秘密跟我们感情没有关系的话 那就永远封存在那儿 其实我那个秘密 也不算什么大秘密啊 反正等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告诉你 嗯 好了好了 不走了 快点回去吧啊 一会儿没撑了 这电话里说的事就不照办了是吧 这个怎么能这么不算数呀 说话 什么事啊 真的吗 真的吗 你 你真的看清楚了吗 就是呀 刚才新人在楼下呀 他就这样 真正 跟人亲了好久呢 是 我在那儿看到腿都沾疼了 真的 不是啊 我回来了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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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二姐 你给我甜吗 我吃一口 甜是甜啊 不过你刚才在下面都甜了那么久了 还用着吃它吗 我觉得这苹果应该也不太好吃 所以我先去洗澡了 你不回 来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在阳台那儿啊 看到了一场现场直播的爱情故事 这个女主角好像就是你 怎么样 不说出来 和二姐分析一下吧 都看见什么了 这该看见的不看见的 全都看见 二姐 我跟她只是同事 反正请别跟大家说 我以后慢慢跟你说啊 来不及了 大家都知道了 二姐 妈妈 啥呀 不 谈恋爱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你为什么不肯让我们知道 这就是啊 也不是 主要是我跟她还是同事嘛 然后 才刚刚开始所以 刚刚楼底下开始的吗 这也太坏了啊 二姐 你还闹 奶奶就给你提个醒 那个年轻人要是不错啊 你就好好把握 自个儿心里有谱 我跟你妈呀 绝不管你 对对对 新南 那个你呢 经历的比同龄人要多 看人一定比别人准 要是这次自己觉得好 别为难自己 妈和奶奶一样 绝不干涉你 就是 二姐也支持你 谁上代许多呀 都娶了富佳小姐了 你呀 应该把之前的事情都给忘了 她娶了富佳小姐了 二姐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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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猜的 行了 那个人啊不值得一提 那个 明天大家都还有任务呢 散了吧 散了 散了啊 是是是 来快 坐 你说然然呢 吃了那么多的苦 现在又这么努力 又这么卖命 老天爷 也该让她遇见个好人 就是啊 奶奶说得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真的 可以藏着自己的秘密 直到永远吗 你这粥怎么做的啊 最好吃 下回也教教我吗 煮粥比较麻烦 这样吧 下次你想吃的话 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过来给你煮 嗯 还要吗 那 那我先去把碗洗吧 你先歇会吧 啊 许诺 你这大男人在这做饭 太不好意思了 显得我这哥太不诚实了 这有什么还真是的 对了 你吃东西了没有啊 这锅里还有一些粥 要不然你再吃点吧 恋爱中的男人 不吃不喝也不饿 这也对啊 那那那那我就不管你了 不用管我了 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太女孩了呀 这个情都初开的 感觉 你们两个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一块 那高兴一点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实 是啊 那个嘉玲在这楼上吧 我现在上去关心关心她 她在楼上的躺着看书呢 你过去看她吧 好 那你自己就先忙着啊 凌格格 我来钱了 还格格呢 出院也没个叫自己 怎么样了 感觉好点没有 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你能不能行了 你要是这儿还痛的话 那许诺不得痛得死去活来的 这事我真得说说你 真的 像许诺这么好的男人 你怎么可以骗她呢 我以后不敢了 少装可怜 我跟你说啊嘉玲 对于许诺这样的男人 你只有付出一招才有用 就是付出你那颗真心知道吗 知道了 这次的教训已经够惨痛了 好了下不为例 听见没有 那我先撤了 哥 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正式啊 还喷了香水 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管好你自己 撤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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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不敲门啊 男人也有隐私的好不好 这就是你的隐私 你那天死活不让我去 就是带着这个女的 什么东西啊 说的什么啊 我这面膜还没做呢 我刚 角度拍得挺好的哈 怎么了 我跟人家看个时装秀 你至于吗 这还把我面膜抢走了 为什么是她呀 你的那些小模特小明星呢 这你别一口一个这个这个的 人家有名字的好吗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她叫杨兴然 她叫杨兴然 是吧 你怎么认识她 我在设计中心时遇见的 不 就一个小小设计师 至于你这么上心 还带她去看这么重要的秀 不是 你吃醋了 来来来来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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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至于不至于啊 来来来 我跟你讲啊 下次的美国时装周 我带你去好不好 干嘛呀这是 既然被你发现了啊 我跟你讲 她呀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 我喜欢的那个女孩 怎么样 是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赵的角度还不错啊 这什么表情啊 就哥哥谈恋爱了 这你作为妹妹的 是不是应该高兴一下才对啊 吃醋有个底的啊 一直吃醋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吃醋 她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孩 你干嘛要跟她在一起啊 你就见过人家一回 你怎么知道 人家就不是好女孩呢 怎么说话的呢 我不管 反正你是我哥就得听我的 你可以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女人谈恋爱 就是不能跟她在一起 就是不能跟她在一起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下一回我再带其他女孩回家 你还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了 你是羡慕人家 比你长得漂亮 你才这么说的 是不是 她比我漂亮 对啊 你们这些男人真是瞎了眼 什么叫我们 我们这些男人瞎了眼 我们这些男人都怎么了呀 我说你们俩兄弟兄妹俩 怎么永远有吵不完的架 喝口水 先上火 我跟你说啊 你来得正好 我妹妹知道我跟欣然的事了 非不同意 是不是 你赶紧劝劝她 怎么搞的这人 说话呀 这之前跟你提起欣然的事 你都一个劲点头的 而且要是没有你 我们哪儿这么快在一块儿啊 说话呀 赶紧劝劝她呀 你老婆 佳琳 那个 那个 佳温她 行啊 你们都瞒着我 这不可以 什 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怎么了这是 说话呀 没事 没事 佳琳 佳琳 你跟我哥都预谋什么呀 为什么杨夕安会跟我哥好上 别说这是巧合 我一点都不信 佳琳 这个呢是你哥的私事 真的不是什么阴谋 你可真够大方的啊 既然把自己爱过的女人 你在说些什么呢 不想跟你吵架 我也不想让我哥知道 你们那些事 反正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 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情绪 跟我最爱的哥哥谈恋爱 一天都受不了 佳琳 佳琳 佳琳的事情我不能多说 我也不能管 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左右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 所以呢我绝对不会食言的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在外面 跟其他的女人 有任何一点点的瓜葛 现在这种局面我怎么相信你 那你看看佳文 啊 现在不是佳文一个人在暗恋 而是他们两个人两情相略 我觉得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 大大方方地给他们祝福 说得这么好听 谁知道那杨夕安 是不是在玩弄我哥的感情 你 你现在想要怀疑任何一个人 我都没有办法 但是 你要想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的 那你得看对方 你看看佳文他现在 佳文他现在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有什么不好 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呢 我只能给你祝福 我希望你也是这样子 算了我不想说了 反正我哥的事我也管不了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先回家了 这件事情不会这么轻易结束的 杨欣然 你等着 我先回家了 爸爸 我告诉一个秘密 奶奶今天煮了很多东西 给妈妈吃 妈妈舍不得吃 就留给你吃了 给我吃 妈妈说让你吃得够 明伟 这是卡卡一岁的时候吧 这是他两岁时候拍的 这个是我跟欣蕾结婚时候拍的 上面还有写字呢 这是在老家吗 对 你看看那时候多年轻啊 什么 什么叫那个时候多年轻 现在也不老 是不老 可是我觉得他太憔悴了 都是被你这一大一小给折腾的 不至于吧 我怎么没瞧出有什么变化呢 儿子 这女人一结了婚呢 一个心思就放在家庭里了 什么老公啊 孩子呀 自己都顾不上 心里是个好姑娘 你要对她好一点 可不能辜负了人家 妈 你这说什么话 这 好 谢谢你能回来 我妈妈特别开心 没事儿 你妈妈难得回来 我也不希望她被我们的事操心 回去又该多想了 再说 这样我能跟卡卡多待些时间 我也很高兴 卡卡说 妈妈给你烧的饭菜 你特地给我留了 特意留给你 我怎么不记得呀 你怎么忘记了 卡卡说你是特地留给我的 是吗 是不是卡卡发现了我们的事情 他发现了 我说这小子最近怎么有点不对呢 你怎么会让他发现呢 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发现就发现吧 反正早晚都会告诉他的 对了 你这个床罩要经常换啊 要不然会有味的 谢谢 你 你睡地板吗 是啊 要不然还怎么样 我已经不是夫妻了 这个我知道 要不我睡地板吧 要不不平均 等会见 这个静止 会qui看 再说 我落后 我和他干净 我干净 替你 是最好的 要不得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妈妈送你啊 跟爸爸和奶奶说再见吧 卡卡再见啊 奶奶再见 奶奶再见 卡卡走了 新磊 一会儿我去买点菜 晚上我们回来吃馄饨 好啊 好 好好好上学啊 奶奶再见 再见 乖 你走了 再见啊 妈 你也刚来 别累着 我们在外面吃 什么就叫在外头吃啊 在外头吃多浪费钱呢 她又带孩子又挣钱 太辛苦了 你就知道向着她 嗯 我走了啊 你也走啊 那中午 我送个朋友 中午跟他们吃饭 家里的卫生 你别打扫了 我来坐啊 我不打扫谁打扫啊 都等着新磊 她把她累死的 你别管了 你就记着晚上回来吃馄饨就行了啊 那也行 我早点回来啊 好 好 那再见 再见 了 我 哎呀 小姐 你的车是不是拿去做保养了 能不能赏个脸 让我送你一程啊 我就知道 你不是个小都机场的女人 不然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挑来挑去都没个名分 这点我早就表明态度了啊 这些年你跟我受了不少委屈 我心里是知道的 放心 我一定会对尽我的承诺 给你个名分的 但愿如此 只是你未来的婆婆 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得把她伺候好了 才能慢慢想她坦白 这点你应该能够理解啊 好吧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 来 走吧 干吗呀 刚跑两圈就不行了呀 教练 你说人家要不要去相亲啊 我妈妈说啊 那个男人可是标准的高富帅 不是 高富帅怎么了 我不是也高 帅吗 看来 那那都是虚子没用 经验之谈啊 女人啊找老公 必须三个字 对你好 其他都是白搭的 你好好可爱哦 这句是真理 一看就知道你特别会谈老婆 那个教练 你有女朋友了吗 这个 你猜呢 教练 我猜猜吧 我说出了你好多的光辉业绩呢 我们说出来大家分享分享了 真的啊 你说说嘛 说说呗 我可好奇了 可想听了 那呢 改天再说啊 那天还有一点 我嘴有点 有点干 那 那我去给你买水去 你要喝什么 什么 什么都 绿茶 咖啡 都可以 都可以 没问题 好好 你等我啊 好 不是 我说杨新宇啊 你不框毒蛇 你还是个祥林嫂啊 就这点破事 你刀刀个没完了 你想刀刀什么时候啊 给我个准线 我挖回去 我心里面 行 行 好 那咱今天就好好的 摆设摆设这事啊 我呢 现在已经是浪子回头 筋不换了 不过要看给多少筋 反正现在暂时的 我已经是洗心隔面了 重新做人了 暂时的啊 而且呢 你我之间的历史 早就一笔勾销画上 圆满的句号呢 咱怎么就不能相见一笑名仇呢 不笑也行 你别老阻断我 追求美好新生活行吗 其实啊 你说得也挺对的 是吧 其实啊 你咱们都是 讲文明懂礼貌 读过书的文化人 对不对 有什么事情呢 咱们讲清楚 不用想问你 对不对 对啊 但是呢 我说这些 肯定在有我的道理啊 老娘啊 我从小呢 就特别富有正义感 这路见不平 我肯定得穿啊 吼几声 我告诉你啊 老娘我现在是替社会 在监督你这个臭小子 以防你这臭小子 一不小心哪 又使出你的那些老招 去骗这些 清纯的小姑娘 可是啊 怕啊 可不是 可不是 我怎么就这么时运不计 遇上了你这么个孽处啊 行 既然你这么看着我 我也把你当成好功夫说两遍 你看看 二十几岁的大姑娘 皮肤跟我这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似的 身材就更不用演了 整天除了动脑子 这种嘴皮子 其他哪儿都没锻炼吧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真担心关于娘娘 哪一天一高兴 把你收去管理 她那一篇紫竹林家 我跟你说啊 你许可 为你 où 重要客户电话 不完了 你喝 他们真的是出戀 对 对 是 你再说得仔细一点吧 就是 他们两个人啊 上大学那时候就在一起了 然后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分开了 我 我弟呢 他也一直不让提这事 可是他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 就满世界都长了 你说这人吧 还奇了怪了 有缘就是奇妙 后来两个人还是在酒吧碰到的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我还以为他们是在酒吧打工认识的 没想到是初恋 不是 这初不初恋的 有那么重要吗 你不知道初恋在一个人的心里 是多么的重要 我再清楚不过了 我估计啊 他对欣然的感情 就像我对他的一样 嘉琳啊 我觉得是你想过了 我弟呢 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他绝对能放得下来 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放不下来 我打也给他打方式 好 嗨 先别说话 让我猜一猜你在干吗 肯定是在想我吧 如果是没有呢 没有的话 我就立刻马上窜到你面前 让你时时刻刻看着我 什么事都干不了 行啦 我不要跟你评了啊 我要去吃饭了 我没跟你评 我一会儿得到设计中心来办点事 你真的现在要过来呀 没什么 都是同事嘛 没关系的啊 那 好吧 好啦 那一会儿见吧啊 拜拜 新来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不用啦 你们先去吧 还得忙呢 那行 你快点 我们等你了 好 我走了 这就是你做的设计啊 就你这种水平 还想留在我们B&C当设计师啊 光没听见哪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谈 我们出去吧 省得在这儿让你难堪 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有什么可难堪的呀 行啊 我还真小看你呢 那就在这儿谈吧 如果你是要逼我辞职的话 我想就算了吧 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谁要跟你谈这个了 我都说了 是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因为许诺咯 许诺对你来讲很重要 但对我来讲并不重要 这也不用说了吧 不好意思 我要工作了 你也太过分了吧 我不管公事私事 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干吗要这样子呢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整天给我装一副单纯样 你的心思我全知道 骗了一个又一个 你到底想干吗 怎么 被我说中了 我还以为你是有 独爱设计师这个行业 才趋就在我们家公司 继续干下去 原来你的野心不止这个 你也太阴险了吧 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说什么呢你 我哥都告诉我了 只有他把你当作真爱 可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你根本就是在利用他 勾引他 被人抛弃了不甘心了 就想找个傻王子 当灰姑娘了是吗 我告诉你 我哥傻我可不傻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哥 你哥是谁啊 我哥是谁 丁家文 BNC的未来掌门人 就在这间工作室里 你们一起共识 一起创作 一起打情骂叫 你要说你不认识 那我免太假了一点吧 丁家文 家文 家文 叫得还挺亲热的啊 副总裁的名字 是你随便叫的吗 杨欣然 我真的最后警告你一次 不要痴心妄想了 不然你真的会死得很惨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了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丁家文 是你吗 你去总公司 是去当副总裁 是 但是 你能听我解释吗 你去总公司 杨欣然 杨欣然你 你别再追她了 这种女人根本就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 她根本就不爱你 你知不知道 你闹够了没有 你如果不了解杨欣然的话 你不要胡说好吗 她是什么样人我难道不清楚吗 你清醒一点吧哥 是你不清醒才对吧 杨欣然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你懂不懂 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那天 小秘密吗 就是我的身份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何必隐瞒我呢 因为我担心我的身份 会给我们彼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那你告诉我 是不是因为我特殊身份 才让我进公司的 我敢保证真的不是 因为那天在超市看到你的时候 我首先被你设计的服装 帮我所吸引到 然后才注意到你 后来又看到你画那些画稿 我觉得你的才华绝对不能 就这么被埋没了 所以我站在公司的立场 想把你招到公司来做事情 那 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吗 算是有那么一点吧 因为如果没有你 我也不会到这里来做事情的 好吧 显然别生我气了 我又不是有意的 咱说了我也没什么恶意 对不对 别生气了 也没有 怎么了 还介意啊 当然介意啦 你是公司的副总裁 你拉着一个小军手到处乱跑 那我以后怎么在这儿工作呀 我 我真的不是要刻意去欺骗你的 因为我担心你知道我的身份以后 你就跑了 我干吗跑掉啊 因为你不是那种世俗的女孩嘛 如果你是那种拜金女的话 我倒没那么在意了 真的 我一直担心啊 担心这个我的身份 会给咱们俩之间造成不要的这个麻烦嘛 听你这么说还偷偷是的啊 好像所有道理都在你身上啊 当然不是啦 这再怎么说都是我的问题 于公于私对吧 我都不应该去骗你 但是我觉得吧 你别怪我了 因为我这人吧有点神经衰弱 一碰到什么事吧 就吃不好睡不香工作没精神 最关键的呀 最关键的是开车也没什么精神 这可不行啊 你一定要好好上班 好好工作 好好睡觉 好好休息好不好 你别让我担心了 好 我答应你啊 你放心吧 我再也不会骗你了 总有一天我一定把你带回家 让我爸爸妈妈多见见你 我爸爸妈妈一定会喜欢你的 看看我吧 你怎么样 我妈妈妈 我爸爸妈妈妈 你怎么这么想 我妈妈妈 我妈妈妈 你怎么这么想 真的没什么 我妈妈妈 你怎么知道 我妈妈 我妈妈妈 你怎么回家 我妈妈妈 我妈妈妈 她妈妈妈 小雪 你把车开走吧 反正我今天用不着 那我明天还车的时候 又能见你一面了 我又转了 你把车开走吧 反正我今天用不着 那我明天还车的时候 不用转了 轻我一下 不然我不让你走 找人这么多算了 人多怎么了 轻我一下嘛快 高明伟 妈 你不是去买菜了吗 伯母你好 我是谭雪 是明伟的朋友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啊 妈 破坏我儿子的家庭 你干嘛 什么叫我干嘛呀 伯母 你还叫我伯母 谁是你伯母我不认识你 小雪你先走吧 你让开 这是我儿子的车 你干嘛让他开 妈你干嘛那么凶啊 干嘛那么凶 什么叫干嘛那么凶 我还问他 小雪 我再给你打电话 你个狐狸精 注意安全 我告诉你 你再跟着我儿子 我跟你没完 你干嘛那么凶啊 什么那么凶啊 你离了婚不告诉我 你按着什么信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离婚证我都看到了 我告诉你 你再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 我跟你没完 你等着 妈 佳玲你在这儿干嘛 你是不是又去约会去了 你有完没完啊 这个杨欣然到底有什么好的啊 把你迷得这么神魂颠倒的 真要听啊 听完别后悔啊 你说啊我倒是想听听看 杨欣然优点多了去了 善解人意通行达理的 哪像你小毒极肠 却会打别人小报告 丁家文 我看你完全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了吧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他一点都不爱你 不是 佳玲啊 我就弄不明白了 欣然怎么你了 你就这么针对他呀 这个杨欣然根本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单纯 你知道他前男友是谁吗 我管他前男友是谁啊 我只知道 我现在是他的男朋友就好了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他的前男友是谁 不管你爱不爱婷 因为他就是你的好兄弟 许诺 你说什么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了吧 他跟你的好朋友好过 他又来跟你好 哥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去找许诺 你当明白的 你当明白的 卡卡 奶奶有点不舒服 你先回房间 妈 你哪儿不舒服了 我没有不舒服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 怎么四次就把婚给离了呢 我告诉你们 这件事情我不同意 妈 你刚才打也打了 妈也骂了 我跟欣蕾的婚 不是随随便便地离的 妈 你胡说八道 你自己再找借口 明明是你对不起人家欣蕾 你赶快给欣蕾道歉 欣蕾 听妈一句话 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你们离婚 你赶快把这个收回收回 妈 对不起 让您操心了 但是 其实我们两个离婚 是最好的结局了 什么最好的结局呀 你们俩离婚了 这个家没了 什么好结局呀 这个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我 我现在要回娘家 欣蕾 你不能走 卡卡不能没有妈 妈妈 你妈怎么想要离婚了 爸爸 你是不是那个坏阿姨呀 爸爸 你不能离婚 你跟奶奶都好 我和宝贝很饿 那个坏阿姨 我和妈妈都没有你 我妈 宝贝 爸爸 父母 爸爸 他 他 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进 江安 这是市场部的分析报告 还有这个呢 是齐宣布下半年的媒体计划 能够试试的 有你来帮忙协调 他们效率多了 哥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去找许诺 你当命问他 怎么了 干嘛一直盯着我看 坐下吧 有事问你 难道 是我们的佳闻大少爷 又遇到了什么爱情上的创伤 或者爱情上的难题 需要我这个爱情顾问 来帮你解决一下 是这样的 我准备向杨夕然求婚 你有什么建议吗 怎么了 是我这个速度太快了吗 把你都吓成这样 那欣然是不是得吓晕过去 这 这怎么会呢 现在这个社会 闪不温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就比如 我和江林伯爷一样 那你觉得欣然怎么样啊 适不适合当一辈子的伴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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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好说 这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一个旁人搞不清楚 更何况的话 欣然我只见过两三次 我只知道她 她是挺温柔一个女孩子 我可没把你当旁人啊 我挺尊重你的意见的 要不是你的帮助 我估计现在还没和欣然在一块呢 许诺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 你认识一个 长得很像欣然的女孩 还是 那女孩她就是那些人 这个事情怎么可能许 不是不是 家伯你真的 别 别跟我开这个玩笑了 真的 怎么可能呢 真是 许诺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 我什么事都不瞒你 你能不能掏心掏肺地 跟我说一次真话呀 家伯我 许诺 你就不能告诉我 她是你的女朋友 而且还是你的初恋吗 信任她毫不容易 才走出我给她的伤头 接受了新的爱情 我不能让她再次受伤了 是家伟告诉你的 对 她刚刚跟我说的时候 我一开始不相信她 但是我刚刚看了你的表情之后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没错 我的确是认识新人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这事 谁没有初恋 你有我也有 新人的确是我的初恋 可是 那只是少男少女情斗出开的一种 萌萌感觉而已 新人她当时是我们中学时的校花 学习非常好 人缘业非常好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男孩子在追求着她 那 那你为什么那天看到她了 为什么假装我不认识她 我没有假装不认识她 而是 她可能都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 准确地说我们那段初恋 应该是属于那种 无疾而终的暗恋罢了 我认识她 而她 未必认识我 那我妹妹怎么知道这事了 我觉得 最大的可能是我哥告诉她的 因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没有几个 教官 当初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不说 那是因为我跟江林在一起 而你呢 又喜欢欣然 我不因为这件事情而让大家引起 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我才 才 我才没有说 是这样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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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兄弟 我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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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钱 嘉文 只要你能够理解我 那我就 好吧 不是 是我太小心眼了 就算你们俩原来就认识 对吧 那又怎么样呢 只要我现在跟欣然 好好的开开心心地在一块 不就是了吗 对不对 没错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欣然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谁能够取到她一定是 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 我希望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你放心吧 不用你说 我都会让她幸福的 对了 刚刚我们俩说的这件事 我觉得你别让那两个女孩知道 要是她们知道了 我觉得又 又得出现了 你放心吧 什么事情该说 什么事情不该说 我心里很清楚 之前我说的那个问题 你放在心上 我是认真的 什么问题 求婚啊 你身为我的这个私人助理 接爱情顾问 对吧 你得帮我出谋划策 帮我想起套万物一失的方法 求婚方案啊 拜托你了 想 这个 这个我一定想的 但是你得给我几天时间 三天 请你吃饭 心里啊 妈 我早上出来的时候 家里那个绿色的深线盒 很好看的那个 找不见了 你看到没有啊 我不知道啊 最近啊 都是大姐在家里面 是她收拾的屋子 对了 妈 姐夫她 不是 高明伟她 到底想让大姐回家住多久啊 谁知道呢 要看她妈妈住多久了 你说这高明伟也真是的啊 既然知道她妈妈 知道她离婚这消息扛不住 她偏偏还要 弄出这么大摊子事情 这还要把大姐 拉回家给她演戏 你说这早晚都知道的事情 她怎么这样啊 难得她有一片孝心 都说啊 有孝心的男人靠得住 可明伟到最终 也还是靠不住 这回呀 妈算是看早眼了 庆家母 你 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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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买那么多东西 里边坐吧 到里边坐 庆家母 知道这个事的时候 我也是又气又难过 你说心里这么好的媳妇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 这明伟她怎么就这么犯糊涂呢 那怎么 说离她就离了 你看 是 鲸鲸 照理说啊 这种事 我作为家长不应该多干涉 但今天你既然来了 我就啰嗦几句 我们家雷雷 一向是做事成熟又有分寸 不到万不得已 她是绝对不会同意离婚的 是 心里是个好姑娘 我 我很喜欢她 而且我一直是把她 当我自己轻盈而看呢 明伟这次做得太过分了 也不地道 背着蕾蕾跟别的女人在外面多两年了 这事我想起来就起得牙根发扬 对不起 秦家墨 对不起 我替明伟给你说声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看看 蕾蕾为他们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明伟整年在外面出差不着家 到了离婚 她倒理所当然地把孩子抚养权都拿去了 这不是看着蕾蕾老实欺负人吗 秦家墨 这件事情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明伟了 这件事情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明伟了 想想办法 让他们俩复婚 复 复婚 是啊 这么好的一段姻缘 你说怎么能 说没就没了呢 你说呢 婚姻是儿戏吗 婚姻是儿戏吗 说离就离 说父就父 到了明镇局也要被人家笑话半天了吧 这 这个我自然知道 我想的是 我主要是舍不得新磊 我舍不得新磊呀 你是认真的吗 那你的心思我明白了 不管怎么样你这么牵挂蕾蕾 她也多少有点安慰了 不过秦家 这个事情毕竟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有什么矛盾 也只有他们俩知道 我也做不了主 那要不这样 你找蕾蕾 当面谈谈 看她态度怎么样 好吗 我 我也不希望他们离婚哪 好吧 好吧 要我说啊 这高明伟当初求你回去住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信任他跟他回去 这是他不人在先的 你何必跟他讲义气 那就应该被他骂好好修理一顿 我是看在老太太的份上 看在卡卡的份上 才答应了他 那现在穿帮了你怎么办 还回去住吗 当然不会了 太尴尬了 我今天就搬回家住了 这还差不多 你跟家人商量接受美容院的事了没有 还没呢 这个事那个事的根本没顾上 这是重要的事啊 你得抓紧时间说你知道吗 我可听说又有人来谈这个事了啊 过了这村可就没对地儿了你知道吗 我今晚回家就跟他们说 进来 星雷姐 楼下一个叫高修梅的老太太找你 我知道了 马上就来 谢谢你啊 好的 明伟的妈妈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星雷 妈妈求你了 别离开高家 回来吧 妈 您对我的好我都记着 只是明伟 他现在的心 根本就不在我的身上 我们两个人 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俩现在见面 都会觉得尴尬 别扭 所以真的不可能复婚了 我现在一想起那个女人 我就来气 长得像个狐狸精的脸 也不知道明伟看上她什么了 星雷 要是妈妈 劝明伟和她分手 你会不会原谅明伟啊 妈 她们两个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明伟还能为了她跟我离婚 就说明她们两人的感情 并不浅 我又何必再去拆散 一对有情人呢 感情的事 勉强不来的 你这个人哪 做什么事情 都是替别人考虑的 你这么苦着自己 妈妈心里真的很难受 妈 我现在都想开了 我这样也挺好的 我觉得 要不是离婚的话 我也不会出来工作 更不会在工作中 找到自己的价值 就像您说的 我为别人活得太久了 我现在 应该是因火得福吧 所以真的很抱歉 我只想好好工作 不想考虑其他的事了 星雷 你知道吗 妈妈的那些老姐妹 原来都很羡慕我 说我有你这么一个好的媳妇 可现在呢 我还是没有这个福气吗 妈 您别这么说 只要您不嫌弃 我当您的干女儿 还是叫您一声妈 妈 卡卡 卡卡她以后 就要辛苦您多照顾她了 来 妈 人家呀都说这个婆婆媳妇是天敌 大姐 你那个婆婆 不是 是前婆婆 对你那么好 那么喜欢你 真的挺难得的啊 当然了 因为我们家有榜样嘛 你看妈妈跟奶奶哪儿像天敌啊 然然这句话还说到点子上了 那个时候 你爸爸就老说 说我呀 心疼媳妇 老婆儿子 是不是 玉玫 她的小心眼嫉妒 你们两个我听好了啊 将来结婚了 一定要慎重处理好婆媳关系 不管怎么说 婆婆是长辈 孝顺是应该的 人心都是肉整的 只要你对她好 她一定会念着你的好 是吧 妈 这个呀 我才不会要看别人脸色呢 将来呢 我就找一个没有婆婆的家庭 这样我多省事啊 说什么呀 这个呀 妈 你干吗打我呀 那将来 你爱的那个人 如果父母健在你就不嫁了 完了 完了 她嫁不到好人家了 要是那些 又孝顺又好的男孩 不会再要她了 妈妈 有你这样挤兑你自己女儿 有你这样挤兑自己孙女儿的嘛 你说今天这么多好吃的菜 就堵不上你那嘴 你给我好好吃饭 别跟你说了啊 多吃点啊 这样啊 莉莉 你真不打算复婚了 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够让我忙的了 真没时间再想其他的 那也是 婚姻要慎重 复婚啊 更要慎重了 我们都听你的 谢谢妈 对啊 我要给你们上了一件事 我们老板娘先把这个美容院盘出去 然后呢 我跟静茹说想把她接手获来 她出大头我出小头 平时经营呢由我来负责 让你们走一下 大姐 大姐 你的意思是 你以后就是老板了 这太好了 以后呢 我就从然然那儿拿免费的衣服 去你那儿做免费的美容 又胡说什么呢 你又打我 这是好事 你喜欢这工作 自个儿拿钱盘进来 正好 奶奶支持你 对啊 大姐 你看 你有懂中医 技术又好 如果你精英的话 肯定比现在还好呢 嗯 你们的这么想太好了 妈 您呢 我当然支持你了 现在你又没家庭的束缚 一心一意干你的事业 太好了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明天就和静茹商量去 好 快吃快吃 你又凉了啊 多吃多吃点吧 卡卡 你要多吃点 吃了长得又高又壮的啊 奶奶 我长得又高又壮了 这可以保护妈妈了 对不对 可以让 不让任何男子欺负她 哦 卡卡 你现在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 可是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 卡卡卡 你妈妈呢要上班 上了班呢才能赚更多的钱 赚了钱以后呢才能给卡卡买玩具 买游戏机对不对啊 嗯 奶奶 我吃饱了 赶紧去把嘴巴擦一下 哦 儿子 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 那天在外头呢 我对那个谭雪又推了她又骂了她 她没跟你说什么吧 那还不至于 让她到家里吃顿饭 不可能 我是不会认她的 怎么还能进我们家呢 你不要当她是儿媳妇 当她是个朋友 彼此了解一下 这多好呀 那我跟她打了 这么说 欣蕾姐要当老板娘了 人家不是老板娘 人家是女老板 对对对 女老板 女老板 反正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她接手了 我一定去当她的贵宾宾 怎么 你要干吗呀 我就想讨好讨好她吧 要不然她怎么舍得 把她最喜欢的妹妹 嫁给我呢 对吧 谁说要嫁给你了呀 真是的 想那么远 不是 古代的那个什么 好多男男女女 这认识没几天就结婚了 没过几年吧 她们就伸出很多很多的 小朋友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改成 她们的节奏才对啊 好了你 越说越没谱了 我现在不跟你聊了啊 明儿还有好多事情呢 我还得去洗澡呢 这 我 我 我就跟你开几句玩笑话 就把你吓跑了 不是 我是明天真的很多事 行行行 那你赶紧去睡觉去吧 好吧 晚安 晚安 好吗 你怎么又不敲门游戏了 我真准备洗澡呢 什么事啊 怎么样 通过许诺了吗 什么事啊 你明知故问 杨新人啊 她跟许诺好过 你没问吗 哎呀 就算新人跟许诺好过 那又怎么样啊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再说了 谁没有过去啊 杨新人跟许诺 那 根本就不算有过去好吗 这是许诺亲口跟你说的 是谁说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杨新人现在是我 丁家闻的女朋友 知道吗 妹妹 你心胸还真是宽大呀 那现在反过来说说你 你之前交那么多男朋友 如果让许诺知道了 许诺因为这个 跟你分手了 你会怎么想她呀 我 我应该说出 我知道的一切吗 不行不行 不能说 如果说了 不就等于承认 是我们不光彩的手段 抢走许诺了吗 好了 我的好妹妹 哥哥告诉你 许诺啊 是千里挑一的好男人 你真的别再怀疑他了 欣然呢 又是我遇到过 最好的女孩 我也不会因为这些小问题 去跟她分手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应该抓住手边的幸福 别让她从指缝间里溜走 行 杨洆然 你够狠 不仅让我没有办法 走入许诺的心 现在就连哥哥 对我的信任也夺走了 你等着瞧 我不会让你过得 这么舒坦的 先生 你好 您二位的茶 谢谢 不客气 你大晚上叫我出来 就这点事啊 什么叫就这点事 这关系到我们将来的事 我不是要这个市场报告吗 明天我不进公司 怕耽误了 先给你送过来 好啦 这个 谢了 去我家吃饭的事 怎么说 我真的不敢见你那个鸡瓶老妈 你怎么这样说我妈呢 还记恨那一巴掌 我从小到大 我爸爸连我手指头都不敢动我一根的 你妈倒好 一来就给我一巴掌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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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昨天说了 那天她实在太冲动 要我一定要跟你赔礼道歉 真的假的呀 你哄我的吧 真的 真的 千真万确 否则她不会主动提出来 要你去我家吃饭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踏实 你妈不是有什么阴谋吧 小雪 你不能老这样说我妈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再说 我们俩的关系 最终还不是我妈点头肉算 你要是这次拒绝了 你跟那关系怎么处理 行 那我去吧 我这个漂亮的媳妇见个公婆 总比丑媳妇还难呢 小雪 小雪 你去见我妈的时候 带几件体面的礼物吧 我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对她一份好 她就会念你十分 那礼物没问题 但最近又有这么多 跑来跑去的没时间啊 那也没关系 那你就去我家门口的大超市 随便买点就算了 别 我还怕丢脸呢 这样吧 我让我妈去买 还是 你好 辛苦妈妈啊 没事 对了 关系去的时间 我有一个附加条件 什么附加条件啊 就是等你儿子 上学不在的时间 别到时候你那小祖宗 又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 我怕我到时候发火 我发火你妈还不跳起来啊 到时候就一老一小的 一夹工起来 我可受不了 好吧 陈娇 如果爱情是一门 复杂学问 或许我没有天赋 释然的本能 幸福的代价 就会变成 两个人的陌生 倔强的人越挑战 心就会越疼 曾经每一次一句 都像个美丽陷阱 回忆最慢的时刻 就掉进苦涩 我能够失败 不要再为他牺牲 拒绝爱的不可能 当体谅变成责任 自私就会 蔓延出伤痕 有人说 雨的记忆只有七秒 七秒之后 她就不记得以前的事情 一切又都变成心意的 我的记忆为什么要那么拆 那么清楚 我现在只想把这些都忘了 让我变成欲罢 或者吧 我的记忆都淹死 绝快 变成欲罢 我尽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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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游码 喂 江文 怎么了 许诺 我问你啊 你之前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 是不是跟印刷厂很熟啊 怎么了 还可以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非常好的 求婚计划 你能不能帮我 许诺 你在听我说话吗 喂 许诺 我 我 我在你说 你能不能帮我 我 我帮 我一定全力付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你帮我啊 喂 早安 妈 在干嘛呢 我都去上班的路上啊 走到哪儿了 我来见你呗 不用啦 我 我马上公交车了 撒谎 明明是刚刚走过小区 你怎么知道啊 没有亲历眼的 不许你走到哪儿 我都会在背后跟着你 你别闹啦 你以为你是鬼啊 光做鬼哪儿成啊 我要做一个只爱你的人 好了好了 赶紧上车吧 嗯 吃早饭了吗 快点 走 吃见 嗯 来了 亲爱的 来了 买这么多啊 你跟我打个电话嘛 我下来接你 你快算了吧 到时候你妈又说我家子大了 胡说什么呢贼 你妈呢 她在厨房呢 放给媳妇 好 小心点 你们在干嘛呢 妈 父母 夏文 许诺 怎么样了 按照你的想法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直接过去就行了 真的 好兄弟 怎么了呀 你心脏不舒服啊 没有 有点紧张 我怕 我怕一会儿跟她说失败了 怎么办呀这事 紧张什么呀 有什么事情你不做了 怎么知道会成功还失败呢 也是啊 反正这次失败的话 还会有下次 下次失败还有下下次 总之我现在再也不会放手 夏文 你一定要给点幸福 祝你成功 谢谢 对了 为了表达一下我的谢意 午饭咱们俩一块吃吧 我请你吃大餐 这个许诺先生 今天中午已经有约了 谁啊这么大面子 嘉琳约了我吃饭 这死丫头 上班时间都缠着你 回去我一定好好说他说他 行 那我就先去忙了啊 去吧 谢了啊兄弟 妈 这什么呀 谭雪送给你的礼物 你呀 以后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分寸 我怎么了 还怎么了 当着那么多街坊邻居的面 和那个谭雪在外头 轻轻握握的 太不像话了 好了我知道了 我可告诉你啊 你已经四十了 儿子也会打酱油了 各种事情千万要当心 知道吗 知道知道了 妈 谭雪可是你亲自请过来的 你得照顾下她的情绪 别老是奔着脸 好 这样行了吧 我妈最好了 我先出去了 嗯 妈 这些高级礼品 可是谭雪 亲自为你挑选的 希望你能喜欢 阿姨 尝点这个 我不喝酒 我有高血压 明伟 你没跟她说过吗 妈对不起 这件事情我忘了跟她说了 还是我们家新雷好 知道我有高血压 特别地关心 尤其是吃饭的 哪个该吃哪个不该吃 关心的哪个周到 好 来 小雪 这是我妈特地给你做的 尝一下啊 好 真好吃 阿姨 你手艺真好 好吃吧 嗯 这个菜啊 是辛蕾教我做的 我只是学到了辛蕾的皮毛 明伟 你告诉她 你最爱吃辛蕾这个菜 你没说过吗 姑娘 你会烧饭吗 不好意思 我不会 嗯 那就是 食指不碰阳春水 天生一个大小姐的命 哎呦 和你比起来哦 我们家心里就命苦多了 带孩子 打扫房间 做饭 什么都得管 哎 你别说管归管呢 管的那是井井有条 我太喜欢了 妈说这些干嘛呢 来来来来 吃饭啊 来来 不会做饭怎么行啊 这一天一天一顿一顿的 怎么办呢 阿姨 现在这年头 只要有钱没有什么做不了的 这餐厅饭馆满大街都是 保姆终点工随叫随到 有钱就是好 这个有钱的人哪 你听见没有 说话的声音都大呀 妈 弹雪跟我一样 都是干销售的 平时不在家的 就算想做菜 她都没有时间 你说对不对 嗯 销售呢辛苦归辛苦 哎 挣得多嘛 而且呢还能买高级的营养品 不过有一点你们别忘了啊 你们呢 买嘛要买的 要买呢就买真实一点的 不要买过期的拿来 糊弄我这个老眼红花吗 过期 那您开玩笑吧 这些高级礼品都是 谈雪拖沓挖精心挑选的 那您是不是看错了 您看来日期吗 这不可能啊 这一定有误会阿姨 可能是我妈拿错了 实在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要不 我下次重新给你拿一份过来 不用不用不用 我销售不起 您哪拿来的 还是送回哪去 你们自己吃也蛮好的嘛 妈 这肯定是个误会 阿姨 妈 妈 别暗恋我好不好 你说什么 从今天起 你 你许诺 必须暗恋我丁佳琳 佳琳 我 我不知道你又在想什么 培养我们的感情喽 你也知道 我们的感情有很多波折 可是现在 我们也是法律医上的合法夫妻了 可是 可是我们俩不是已经约定好了 我们以后 哎呀 不就是推迟结婚吗 那正好 从今天 到我们步入结婚礼堂的那一天 我们就来培养感情嘛 好不好 培养感情我没意见 可是 可是为什么偏偏要暗恋呢 因为我想让你体会一下 暗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心情 你总说 我的爱对你来说太沉重 让你太有压力了 可是如果你也暗恋我的话 这样你就会明白 我的爱对你有多么不容易 行 那你说 怎么个暗恋法 暗恋守则第一条 必须每天想我 吃饭的时候想我 睡觉的时候想我 甚至连做梦都要想 第二条 要是接不到我的短信或者电话的话 会很伤心很难过 甚至连觉都睡不好 第三条 偶尔到我经常活动的地方徘徊 然后抱着能与我邂逅的期望 哪怕只是为了看一眼我的背影 第四条 要是看到我跟别的男的在一起呢 会很生气很嫉妒 然后想要冲上来把我带走 最后 找一个我最美丽的角度 拍一张我的照片 作为你的手机平板 你的这些要求呢 说难也不难 说不难也难 我尽力吧 手机给我 给 你又想出了什么妖蛾子 妈 可以偷拍了 你现在什么都准备好了 这也叫偷拍 你就当练习嘛 我真拿你没办法 来来来来 就你这要求啊真是 怎么样 你别跟我说什么客不客人的 我对她够可以的 她对我什么态度 你看见了吗 什么态度啊 不是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 我说什么了 就扔筷子给我脸色看呢 还没过门呢就这样 就要真娶了她 不得把房顶掀了 赶我们心磊啊差远了 妈 你小顺点 你别老把心磊挂在嘴上好不好 我没办法 我就觉得心磊最好 我告诉你 我高秀美这辈子 我绝不会任第二个女孩 做我的儿媳妇 你让这个大小姐 什么都不会的大小姐 该到哪儿去到哪儿去 想办法把心磊给我追回来 妈 你这有点无理取闹了啊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我们改天再聊吧 想进我的家门 没我同意 不可能 喂 妈 你这礼品 你在哪儿买的 爸爸的病人送的 那你看保着气了吗 你知道过气了 那你还给我 我被你害死了 好好就这样吧 回家再说 拜拜 小雪 小雪 气死了 小雪 你怎么走了 我不走 我还处那天你妈骂我呀 你说你妈什么意思 一口一个心累的 今天这样 比我挨她耳光还要难受 我长这么大 还没受过这种委屈你知道吗 小雪 真对不起 你先消消气 我妈就这个脾气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别太在意 那你在意我吗 如果你真的在意我的话 如果你真的在意我的话 就要让你妈把卡卡送回老家 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你怎么又扯夜了 这样吧 你还是先回家 冷静冷静 我妈呢也在气头上 我们的事 等过阵子我再跟她说 好吧 高明伟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我在你身上牺牲了多少 你能不能拿出点魄力 来为我牺牲一次 不可以吗 小雪 你别逼我了好吗 高明伟 如果在半个月之内 你不给我答复的话 我们就到此为止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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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打不动 走吧 歇会儿 怎么样 解气了吧 心情好多了 难怪那些压力善待的人 都有这种方法来宣洩呢 你们家许诺不是已经接受了你的暗恋守则吗 你干嘛演来宣洩啊 其实这个暗恋守则呢 只是我一厢情愿的一根救命道条罢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抓得住 为什么 因为许诺她太善良了 我跟她能走到今天 就是因为同情多过爱情 友情多过爱情 感恩多过爱情 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爱情 我不甘心 所以寄希望于这个什么暗恋守则里 希望她能站在我的角度 我的立场 体会一下我对她的感情吧 你干嘛 刚才成名不展的 现在干嘛要美她眼笑 哎 没什么 我只是想到姨妈给你准备的礼物而已 哎 你别提那事儿了 快气死我了 你说她怕浪费不只是这样吧 那可是要送人的东西啊 真是 哎呀 这也不能怪她呀 谁让她是属于财务出身的呢 她金打西装惯了 你又没有告诉她是送回爱婆婆的 我是想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暂时就不要告诉她们了 算了 反正现在也四不脸了 我也省得再去讨好那个老太太 反正以后结婚也不和她住在一起 可是问题是 高明我还没想求婚啊 你帮我动用动用关系呗 帮我找一些未婚的男人 干嘛 你要开相亲大会啊 算你猜对了 鉴于高明伟的主动性太差 我不得不给她点刺激了 我想想她个世纪二十个亲 重点是让她在现场观摩 我就不信了 逼不成她这个婚 你可真够狠哪 怎么了你 不好吃吗 因为某人羞涩可餐 看都看不够 哪儿顾得上吃啊 你说你除了花言巧 有还会什么呀 还会爱你疼你照顾你 来 如果以后的每天三餐 都可以和你在一起吃 那该多好啊 但是我觉得有点困难吧 其实 理想和现实之间 只是一念之差 只要你开口说愿意 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随便感慨一下 我觉得你今天说话怪怪的 没有吧哪儿有啊 对了 你跟我说让我帮你是什么事啊 你还记得呢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吧 就是想让你陪我去咖啡书屋 挑几本书 不会吧 就因为几本书 你就辗转反侧失眠了 这什么书啊 有魔法吗 当然有魔法了 是几本关于梦想的魔法书 好了不动你了赶紧吃吧 吃完了我们去了再说 来 欢迎光临 您好 这儿怎么都没人打了今天 那不更好找书吗 那请问你们想找什么书呢 不知道我们小店是否都有 对了舒服舒服 好 没看出来啊 你骨子里还挺文艺的 我本来就是个文艺小清新好吗 行了呗 都有都有 我们本来就主打文艺类书籍 不过你们得付点时间慢慢找 没事你忙你的 我们自己找 行 谢谢 不用 开动吧 麻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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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大功告成 辛苦了 小傻瓜 你看一下 这些都是这些小药用 把咱们拆开吧 不好吧 这还没付钱呢 没事 我先没跟老板说了 这些书我肯定都要的 拆吧 那我去打开喽 真麻烦 肯定啊是看些人 把东西看坏了 卖不出去 所以才这样的 不会啊 这些书没有其他的读者 这 这是什么呀 你把其他基本都拿开 这 这是什么呀 你把其他基本都拿开 这 这不怎么不 这些照片 激烈了我们从相识 到相恋的每一步 他们都深深地落在我的心里 永远不会忘记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 我所有的等待 所有的紧张 所有的忐忑 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 而你所有想知道的人 都藏在这些书里面 好 据说每一个人 都有注定的另外一半 很多人运气不好 一辈子都碰不到 但我想我是幸运的 因为我遇到了你 更幸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别省下来 你愿意嫁给我 来 我没有生你的气 我只是 我只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欣然 我长这么大 我谈过女朋友 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刻 像现在这么坚定 欣然我爱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你对我的爱 就像我对你一样 但是 但是 因为某些原因 我真的没有这个心情 可以接受这份感情 你放心 无论是什么原因 我都愿意去等你 等到你愿意嫁给我的那一天 小心 但你就让我愿意为我 情到往还是要 之后是你每一天 所以我最尊业没拿定主意 我不知道该不该同意他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然然 你这还犹豫什么呀 就创这种求婚方式 你也得答应呢 多浪漫啊 婚姻不是光有浪漫就行的 你这说什么呢 这个家伙呢 他可不光是只有浪漫了 你们看啊 这人长得帅 家事又好 最重要的 这选择老公的第一要素 对你好 你看这家伙 对我们家人然多好啊 这样的男人不嫁 嫁谁呀 人家圆人才没有你那么肤浅呢 他选择家伙不是因为他帅 更不是因为他有钱 是因为人家两个人心意相通 妈 你觉得呢 是这样的 那个上一次呢 由于妈妈糊涂 给你造成了好多痛苦 所以这回啊 我不想有太多的意见 都听你的 但是呢 我们只是看过他的照片 其他什么都不了解 这个求婚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毕竟是婚姻大事 还是需要双方互相了解了解 都要过一辈子的嘛 都要过一辈子的嘛 妈 您说几句啊 要是让我说呀 我就假的这时间的长短 不重要 关键就是他们两个彼此得对眼 一家也不能将就啊 你们就上我跟你们爷爷那会吧 我们俩就站了一面啊 情投意合定了终身 一过就是几十年 过得挺好的 奶奶 这个真没看出来 您那个时候啊 就会傻婚了呀 臭丫头 哎呀 哎呀 营营 刚才你妈说得对 这一回呢 我们还是不给你拿太多的意见 是吧 这一辈子的事啊 还是得你自己想决定 大姐知道 对于过去 你心底一定还有些顾虑 就像你当时犹豫不定 是否要跟她谈恋爱一样 对啊 所以我现在更矛盾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不过 既然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也对她付出了真心 你心里就应该有数 说不定 你是想跟她一起走下去的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你如果真的喜欢她 就多想想喜欢她的理由 看看这些理由 是不是能够说服你 跟她走一辈子 什么样子 不能分辨 哪怕她 难道真是我的接奏太快了 还是我在她眼里真的不够好 熊诺 你觉得呢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 他到底在顾虑什么啊 他到底在顾虑什么啊 蒋兰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当幸福降临的太突然的时候 并不是每一个女孩子 她都能够接受得了 更何况 虽然她是一个慢热型的女孩子 所以呢 你给她多一点的时间 让她去考虑啊